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藏海传官服造型曝光,生涂状态超好,颜值太能打了。 肖战在藏海传中的生涂曝光啦。 这些生涂简直太精硬了,让我们先赌为快。 从曝光的生涂中可以看出,肖战的古装造型十分帅气。 他的官服华丽而精致,细节之处尽显制作团队的用心。 肖战的颜值和气质更是无需多言,他在剧中的每一个瞬间都让人陶醉。 肖战藏海传官服造型的确令人惊艳,清秀而不失英气,宛如一位莫上如玉的公子,让人一眼便能感受到其独特的气质。 这一造型不仅展现了肖战的颜值巅峰,更凸显了他独特的魅力,让无数粉丝为之倾倒。 在这部作品中,肖战所饰演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。 他身着华丽的官服,身姿挺拔,气质非凡。 仿佛一位出身名门的贵公子。 而肖战本人也凭借着这一造型,再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。 肖战的颜值自然是无可挑剔的。 他拥有一张俊美帝面孔,五官精致而立体,眉清目秀。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。 而在这部作品中,他的颜值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 无论是静态的照片还是动态的镜头,肖战都能完美地诠释出角色的形象特点,让人为之倾倒。 除了颜值之外,肖战在演技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。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。 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在官服造型的衬托下,他的表演更加出彩,让人不禁为他的演技点赞。 肖战《藏海传》官服造型的成功,不仅展现了他本人的颜值和演技,更凸显了整个剧组的实力和用心。 这一造型不仅让人眼前一亮,更让人对肖战未来的表现充满了期待。 《藏海传》的导演是著名的郑小龙,他的作品向来以高品质著称。 这次肖战与郑小龙的合作,让人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倍增。 相信在郑小龙的指导下,肖战的演技会有更大的突破。 值得一提的是,肖战在《玉谷窑》中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 他饰演的时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这次在《藏海传》中,他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在等待《藏海传》播出的同时,大家可以重温一下肖战在《玉谷窑》中的精彩表演。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对肖战的喜爱和对《藏海传》的期待。